夏天解暑必喝的羊梅荔枝饮 一斤新鲜羊梅先用清水浸泡半小时 撒点时用盐 羊梅肉里容易藏小动物 所以泡一下更安全 新鲜荔枝10颗 包掉外皮 不用去喝 一颗柠檬 洗干净外皮 然后带皮切成薄片 锅里加1000克水 80克冰糖 煮到冰糖快化掉了 再把羊梅加进来 小火煮10分钟 把浮沫撇掉 这些都是灰尘和杂质 然后把荔枝加进来 继续煮3分钟即可关火 冷却以后 把柠檬片加进来 冷藏2小时 颜色红亮 酸甜可口 快把手里的奶茶换掉